密宗 各居派的主司是居士 因为主司是白衣 所以称作白教 因为他不是书家人 他是在家居士 他是主司 唯摩居士乃精速如来世纪 也是在家居士 贤护等十六镇寺 均是在家菩萨 而且是在家镇的等就菩萨 他的地位跟观音师之 文书普贤是平等的 这十六个人 为奔进菩萨众中之上手 这个表伐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 那净土宗是肯定的 以在家为主 所以这些在家菩萨 等就菩萨 为本经菩萨众中之上手 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 而身分别 那我们对佛在经论上常常讲的 出家 出有四种 家也有四种 这四种我们都搞清楚 家的四种 第一种叫田之家 就是我们今天讲一般苏家 你有田地 你有房屋 这是你的家了 这是世界人的真家 那佛讲的家 还有更重要的意思 第二种是什么 六道是家了 轮回是家了 天真之家是小四 轮回之家是大四 再提神 生死是家了 烦恼是家了 佛讲的这四种啊 你能出烦恼的家 能出生死的家 能出六道的家 你真出了 单单出你现在的这个田之之家 你不能够断烦恼 不能够了生死 不能出三界 还在六道高楼回 没出生死的家 家有着四种 反复 只懂得出田之之家 出不了六道 小成人 能出见死烦恼之家 正阿罗很苦 超越六道了 生死还没出 生死有两种 分段生死 他出了 变异生死 他没出 他还有 变异生死 则是法界 那是法界也是家了 必须得破一瓶无名 这一份发生 是法界的家出了 则是暴徒 变异生死没有了 你才叫真出生死之家了 那出也有四种 第一种 身出 心没出 身出出了 心里还贪念 把什么 把道场 当作是我的家 出了你这个小家 现在搞这个大家 心出 身没出 第二种呢 身出 心出 身不出 就是在家居死 心出家了 身还在家 第三种 身心多出 那就是我们 祖死大德 社家如来 给我们所实现的 身心多出 第四种 是在家人 身心多不出 这是什么 在家学佛 心也没出 身也没出 他修什么 顶多修一点福报 不能往生 往生怎么样 心出 身不出 确定我 所以 除有四种 家有四种 跟你举点 本经 在这个 续份里面 贤护等 十六阵寺 都是在家 菩萨 作为本经的 上述 表法 所以我们 不可以 但从出家 在家的 相上 分别 就像 张家大师 早年 跟我说 佛法 重生智 不重现实 不要在形式上 去分别 要重设置